不过它背后是有个声音 它一样会有个背后的声音的那个效果 那效果的话 它有个背景的声音 而且会一直 不断的播放即便你跨了一个 换下一个 声音不会间断 所以你要设定什么插入一个 声音档之后能够跨 投影片继续播放 然后这边有四种动物 假设你要浏览比如说你这个 这个是犀牛 你点击它它会跳到犀牛 OK有些相关介绍 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希望 滑鼠游标移动到哪里呢 移动到这个犀牛的相片的时候 会做什么呢 移到 刚刚的第二张投影片并且 发出一个钟声 要回来了 那你可以 这个是什么 土拨鼠吧 然后一样怎么样 这个介绍 移动到这张相片 又回来了 那一样会有个钟声 这个 吴尾熊 移动 有没有 那也其实不是点击是移动到那张图上面 就会跳回来 所以大概这样的效果 那这个 大概应该知道逻辑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题该怎么做 我们根据题目 所以第1个一样把那个 406里面的PPD 04打开来 OK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分别按照 它里面要的 动作 分别完成 那第1个它要什么 先帮我 使用什么呢 这张图档 把全部的投影片的 背景 制定 因为 我不要用它里面的 提供给我的 我希望呢 用我自己的 这个图当背景图 那我自己的背景图 基本上在 406里面有一张 就这一张 它是一个什么 PPD的Africa 这个这个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它就是类似长这样子 一个非洲的那个草原的 一个图 那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制定 并且把它放到背后的话 那特别注意 它的尺寸 最好是 比例跟 投影片是一样的 否则它会自动帮你把它 展开来 它把它填满 所以尺寸的话 特别注意 大概这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把这张图当成背景图 其实非常简单 一 我的习惯是直接在 在 第一张投影片上按滑鼠右键 右键之后的话呢 这边会出现一个 背景的格式 从这边找会比较快一点 投影片的那个背景格式里面呢 你找到有一个是什么 填满的方式你要哪一种 是实心的呢 建成的呢 还是图片 因为我要放一张图 所以请你点选这个图片的 这个时候呢 他会问你说那你那张图在哪里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请你找到档案 所以在 图片里面的话 档案 你就给他刚刚那张档案就可以了 所以把它档案点一下 然后呢找到 因为我放桌面上面 这张图档的位置 在406里面的这一张 OK按插入 这个时候呢 记得 按下全部套用 如果你没有按下全部套用的话 他只会套用第1张 不会套用到其他张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关闭这第1张 按全部套用全部都套用 有没有 这些全部都套用 按关闭 好 第1个我背景图变更了 第2个的话呢 要做什么呢 把音乐档 放到背景 它是一个MP3的档案 然后一样什么 跨 投影片播放 这个应该没问题 然后 循环播放直到 停止 播放时隐藏 还有 大小跟位置 不过我觉得这大小位置 设定有点 多余了 因为 你既然隐藏起来了 你来设定 大小及位置 要干嘛 不过 这个 他就是要 这是一个证照考试题目 反正他就是要考你 会证 那你要把 把这个动作做完 插入这个什么呢 音讯档 找到什么呢 找到PPD 这个 Africa 这个 OK 然后呢 图示出来 播放点下去 跨 投影片播放 然后 隐藏 循环播放直到停止 OK 这个部分完 按右键呢 大小及位置 如果这个我想你自己在设定 这个我想 比较其次 OK 那再来的话呢 设定投影片2 也就是说那个有四张 四个动物 那怎么样 分别对应到 他 要连接的那个投影片 并且呢 要在标题上面显示提示文字 理论上 提示文字是什么 就是当你播放的时候 你把滑鼠移到上面会跳出 比如这边有个犀鸟 但是我不知道有可能版本的关系 现在怎么样 这个效果 他没出现 理论上应该要出现 犀鸟两个字 移过来 图拨数两个字 但是这个效果在我们这边 电脑没出现 理论上是应该会出现才对 那要怎么去设定这个 第一个 先切到腿里面2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一张对应到犀鸟 所以呢 请建议 我建议你把这犀鸟两个字 Ctrl C 为什么 因为你复制之后 移到这边 接下来呢 我的习惯是怎么样 你可以插入超连结 不过我的习惯 因为插入超连结要点两个动作 我的习惯按右键比较快 因为右键一样有超连结 因为 如果按右键能够找到的功能 我习惯用按右键 超连结 连结在哪一个呢 连结的方式它有现存的档案或网页 不过我们不是要 外部的档案 我们是要这份文件中的位置 那请你找到犀鸟 并且在工具提示上面呢 把犀鸟两个字刚刚复制 把它直接贴上 那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如果我觉得复制贴上比较快 OK按个确定 好 这个时候呢 那你就 把它 先预览一下 点击它 有到犀鸟没错 可是 再来呢 你要让它回去 所以呢 要怎么让它回去呢 特别重要 等一下 吐蕃鼠 跟其他的动物 做法一样 所以 请各位这个部分自行在完成 吐蕃鼠 C 切回来 按右键 超连结 移到吐蕃鼠 然后工具提示 因为我有C 复制 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OK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分别完成 再来的话呢 我们 就 这个部分 连结都对应到了 再来第四 设定投影片 3到6 那其实就我刚做的那个demo 就是 当滑鼠滑过去的时候呢 要播放中声 并且回到投影片2 OK 不是点击喔 所以特别注意喔 我要怎么样让它滑过的时候 自动移到第2章 并且播放个声音 其实这个功能在哪里呢 如果你刚刚有比较细心观察的话 其实它在插入的动作里面 刚刚 预设的动作设定 理论上 预设是 按一下滑鼠 它会做什么事情 但是你会发现 旁边有个什么 除了按一下之外 它有滑鼠 移过 所以请特别注意喔 先点选什么 这张图 找到动作里面的移过 那当它移过去 表示说 它移到这个图的上面 任何一个位置的时候 就要做什么 跳到哪一张投影片呢 这边的话呢 投影片2 所以你往下 投影片 找到投影片2 按确定 就是这一张 按确定 并且播放什么声音呢 播放一个钟声 所以钟声 所以这边把选取 底下的话 会有个钟声 有没有钟声 我本来以为那个钟声是什么 是那个钟 真的是敲钟的声音 不过 刚听好像那个声音有点不太像钟声 我们试一下 移过去 这个叫钟声吗 这个 反正你知道就可以了 给它意识有一个 效果 OK 其他的话呢 当然一样 比如说土拨鼠 你要让它 先点它 对不对 不过按右键 它没有动作 它没有那个效果 所以只能在动作里面 当滑鼠移过的时候呢 然后跳到哪一个投影片 所以投影片呢 选择投影片2 然后播放一个钟声 OK 所以这边有个钟声 其实多媒体的 这个 POW POINT 其实可以让你做出 以前可能要写程式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什么 Adobe flash 之类的 去做啦 不过我觉得这已经可以做出还蛮多的效果出来了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第4就完成了 这一题呢 就这样子而已 OK那最后做完之后呢 请你也把它另存清党 406A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